不服食 相守一生呢 我愿意 而且非常非常的愿意 六年前柯一楼厨师老公 婚礼上信誓旦旦诺言 老公现在却被爆出 和店内女员工过从胜命 甚至不久前夫妻两才签下 财产分离书 我觉得我们的理念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们分开理财会比较好 今年四月柯一楼在粉丝团直播 说自己和老公理财理念不合 外传夫妻女强男弱的 相处模式疑似就是 埋下婚姻的导火线 我甚至常觉得 是因为跟我结婚之后 让他变成真 当然我不否认 我只是希望不被失望 厨师老公一度传出是富二代 不过有平面媒体报道 当年买房子的时候 要付第二笔头七款时 郭宗坤却向柯一楼坦言 自己没有钱户头只剩六万块 难道这就是 签财产分离书的原因之一吗 他们会签财产分离书 是因为当年他老公 只户头只剩六万 是有这件事情吗 对 应该是原因之一 老公被爆出婚便传闻 不少网友心疼柯一楼 到郭宗坤餐厅脸书 留言谩骂 甚至还放话拒吃 还有网友说要打电话预约 看看小三的如山真面目 婚便传闻越言越烈 至于是否会继续婚姻 柯一楼表示 目前还没想好怎么解决 只能先忍静下来 之后再说 记者邱小倩台北报道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好 好 好 很